赛博朋克2077开箱 开个晚箱 这游戏是2020年12月份发布的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9号 数字版本398港币 实体版港版直游141人民币 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喜欢 或者特别想玩这款游戏 要想玩或者喜欢我早买了 那为什么还要买呢 是因为它太有名了 知道的人太多了 你不玩了吧 总觉得差点啥 缺少点体验 这个防膜好薄啊 游戏软体产地日本 世家制造 这应该是港版的 这个不会再有人说是后风的了吧 虽然它是个PS4的版本 但是它可以免费升级到PS5版 这是本题 容量那写着呢 是155GB 送了这是什么东西 两张光盘 游戏地图 贴纸明信片 还有数码特点 这是夜之城的地图 2077的开发商是波兰蠢驴 据说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游戏制作公司 乌十三也是他们做的 虽然乌十三我也买了 我也没怎么玩 这是明信片 这都是谁我也不知道啊 应该画面没问题 经过了三年优化 bug估计也没啥了 他们都说两张光盘的游戏才有收藏价值 像荒野大标课2 美墨2都是两张盘的 这个2077也是两张盘 这是说明书 第21页有中文 繁体的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买游戏送说明书 咱们看看这个本体 它下边这个开封是在哪 也是在底部 在这个位置 这应该是原封的吧 很规整 这是盘里面的 欢迎来到竹叶城 这是贴纸 数码下载内容 两张盘 它这盘为什么是斜着放 而不是竖着放 还是本来就是掉 哎呀又掉一渣 它怎么还带掉渣的呢 有一个不祥的预感 这个蛇了 卡子蛇了 这两张盘 第一张盘叫玩的盘 第二张盘叫数据盘 是安装游戏用的 盘面还是挺好的 你取出蜘蛛侠2 放入2077 我直接放在玩的盘 试一下 它应该PS5版是从商店直接下载 它不会安装PS4 屏幕的右下角 制品版免费升级 PS5升级需要光盘免费 PS5光碟版升级 请务必保管好您的PS4游戏光碟 该光碟让您能够使用此PS5升级产品 当您想要游玩此PS5版本的游戏时 您就需要插入该光碟 接受 确定购买0元 下载 它这是PS4版的光碟 这是PS5版的数字 是不是可以删掉这PS4版的光碟图标呢 我删一下咱试试 我删了 应该没问题 我估计下次再插盘的时候 可能还会装一个图标 唯一开箱有一点不愉快 就是这个小卡子舍了 估计在运输过程中断裂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参考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